那今天呢 就是要用刨定蟹牛這個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 我對養生的一個心法 我主要看到的三件事情 第一就是叫做 小目標小贏 這個概念 我告訴你啦 你那麼大的一個困難 那麼大的問題 你真的需要每個都解決嗎 那第二呢叫做 以無厚入有間 最後呢 一個心態叫做 游刃有餘 願意這麼做 其實並不會讓自己變成懶 很多人會以為自己很懶 其實我會送給你過這一關 大家好 阿民師又來了 今天呢 我們來聊一些比較偏哲學性的一些問題 跟他們的養生牛很有關係喔 因為長期以來 阿民師的頻道 就要講一些醫學的一些知識 甚至有些嚎吐 可是呢 有一些朋友會告訴我說 其實我覺得我的人生 會身體健康變差 好像不只是我不知道怎麼做 而是好像我生命活動 還是不願意這麼做 我還是很忙碌 還是很焦慮 還是很不知道怎麼樣子去改善我生活的 這樣的作息跟節奏 那阿民師的頻道 我看了覺得很有幫助很有用 可是我的人生不知道是卡在哪邊 我很難去幫自己做養生活跟養生命的 這樣的一個方向 好 那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想起了一個故事 想要跟大家分享 講到養生 其實這詞最早來自於哪裡呢 就我的印象所及 最早呢 是來自於莊子 在莊子有一篇呢 養生主 在這個地方 莊子講了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叫做 袍丁蟹牛 我們可能在 國文課本都有看過 那今天呢 就是要用袍丁蟹牛這個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 我對養生的一個心法 我先介紹一下 袍丁蟹牛是什麼樣的一個故事 古代呢 有一個諸侯 我們叫文惠君 他除了廚房有廚師之外 他可能牛都是現殺的 他就每天都可以吃到 像台南牛肉湯那種 現宰的那種溫體牛肉的感覺 那有一天呢 他在那個廟堂裡面就覺得 閒來無事去走走走 去去了一些 平常一些士在夫 可能比較不會去的地方 像人家都說 君子圓砲廚嘛 廚房跟那個屠宰廠 大家都覺得說是有罪孽的地方 有血污的地方 不想去 可是某一天他就是 跑到那邊以後 突然親眼看到了 他的廚師 他在蟹牛 蟹就是分解 那個字其實用在動詞的話是唸蟹 在肢解一頭牛的時候 他突然體悟到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 他看到什麼畫面呢 一頭牛進來時 袍丁就把他牛殺了之後呢 開始肢解 這麼大一頭牛時 文惠君看到的牛 好像毫無困難的 在一把刀之下就 腿就被肢解下來 脊椎的肉就被剃得下來 剃得又乾又緊 然後呢整個過程中 看到袍丁 腳踏上去踩著 手一舉 刀一揮 那些肉 本來很強壯的那些筋 好像就沒什麼阻礙被卸下來了 過程中那種節奏感啊 還有那種碰撞 而產生的一些聲音 就好像是在觀賞那種 現在那種融合打擊那種舞台劇一樣 就是叮叮噹噹噹噹噹噹 那種節奏感 非常的賞心悅目 文惠君呢就過去問他說 欸欸欸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欸 我覺得 我看了以後好像在看一個表演 天啊 我沒有想到殺牛 是一個這麼賞心悅目的一件事情 你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這個袍丁呢 他就把刀立起來 喔 跟他的老闆 他就說 欸老闆 你看我剛開始啊 在學這場的時候呢 我一開始也很害怕 這麼大一頭牛欸 開什麼玩笑 我要怎麼樣子開始去切 我都沒有一個概念 可是三年之後呢 現在呢 未常見過完整的牛 我在肢解牛的時候呢 我也不是像一開始用眼睛看 因為都熟了嘛 我就是用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我都知道哪個縫 刀可以鑽得進去 而一般做我最行的 比如說這把刀好了 我們那個公寓善騎士必先立騎器嘛 但做我這行呢 一般呢 通常一個月就要換一次刀 通常就折斷了 技術比較好的 可能一年就換一次刀 因為它比較不會硬碰硬嘛 但是你看看喔 老闆 我這把刀跟了我19年 19年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數字 因為這個時間在裝飾裡面 也不是第一次被提到 以後有機會我們再做一集 會跟大家講解 我這把刀19年了 它還像新的一樣 幾乎沒有什麼損壞 每天都沒辦法把油弄掉而已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在肢解的時候 是一乎天理 每一塊肉 每一個關節 每一條韌帶 它其實它都有空間 它才能動嘛 那我就不要去砍到骨頭 我就是每一刀 都是順著那種空間進去 當這個關節之間有空間 那我的刀是無厚的 就是很薄的意思 我以無厚入有間 我的刀怎麼會壞呢 那故事大概講到這裡時 文慧君呢就聽聽 嗯嗯嗯 哇我好像聽到養生的道理 哇我以前那國文課本的時候 聽它的故事一開始就覺得 哇蠻帥的 因為我腦中的畫面 就出現中華一番的 那個七星刀雷恩 它那有句 啪啪啪 然後就牛啊 還是魚啊什麼 就直接被肢解 很酷的那種感覺 可是呢 最後那句 文慧君他說 我聽到養生的一個大道理啊 哇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在講什麼 可是呢 慢慢的隨著出了社會之後呢 自己遇到的壓力也大 然後我的生活 也變得越來越緊湊 我的健康也受到了一些 有一個生活來討厭的 這種感覺的時候 就開始體驗到 像養生主 刀丁犀牛 為什麼有養生的道理 我呢 不是什麼哲學家 也不是什麼中文系的一些教授 我就是就我自己的一些體驗 還有我學 不管是學來的 還是自己體驗的理解 跟大家分享 我主要看到的三件事情 第一就是叫做 小目標小贏 這個概念 陶丁一開始在學這招的時候 其實他看到整頭牛 就彷彿我們人看到了 很大很大的一個整個問題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樣去解決 比如說我在剛開始開業的時候 或者是我在治療時 我後來辦了一個叫狭議會 狭議會呢 是我發起的一個組織 它會有一群醫事人員 還有一群志工呢 去為弱勢的民眾 不管是城市還是偏鄉 來為他做抑診 我們物理性的一些治療 還有健康的一些諮詢 以及心理的關懷為主 要做這些事情 這些困難 都是我們以往沒有遇到過的挑戰 如果做事都爽爽的 其實健康也比較好顧 對 就是因為做事情不爽啊 可是 如果我們看到 這整個大的困難時 我們真的還不知道怎麼去下手 然後心理的壓力就會很大 有時候壓力大到會覺得吃不下 睡不香 那你說 我們的健康還能夠越來越好嗎 所以這個時候 我會請教一些有經驗的人啊 一些有智慧的長輩啊 會帶我怎麼 教我怎麼樣子做 我那個時候常常就是說 欸 阿銘 你這個人很聰明 可是我覺得你沒什麼智慧 我告訴你啦 你那麼大的一個困難 那麼大的問題 你真的需要每個都解決嗎 其實 你現在要做的是A 你只要比如說找到人 來幫你做這個事情 那你至少A就過了 然後你現在就是B 你找到你的主管機關 來通過這些事情 那再找到C 你安排好你的一些活動 你把你的這麼大的問題 你把它分成小目標去 一個一個執行時 第一 會比較有效 你的困難會比較快解決 第二 你的心理壓力其實也會少很多 我就照著這樣去練習 欸這真的要練習欸 因為 人生不像考卷可以一次寫全章 你也是要一提一提 你要決定哪一個是A 哪個是B 哪個先寫 可是照著這麼做之後 我覺得喔 好像這麼大的一個困難 眼前我只要把這個 短期的小目標做完 就是贏了 階段競爭目就達成了 其實我也覺得 這樣子按部就一步一腳印的下去時 心裡是踏實的 而且真的事情也比較快完成 這對我來講 我就想起了 跑進說的 他三年之後 他目無全牛啊 因為牛一定要 是要像個怪派氣功 把它全部轟掉嗎 不是啊 你總是有第一刀 第一刀現在在哪裡 現在在哪個角度 其實當我們縱觀整體之後 看了也是每個局部 那把這個局部做好 一步一步累積 你就完成了整體 在治療上 我也有這樣的體驗 就是 有一個患者的 他的腰痛來自於他的腸子 那我只要好好治療他的腸子 他的腰痛就會改善 我不要想說 我一次要把他全身上下都搞定 這樣子其實不見得有效的 所以對我來講 莫無全牛 是我第一個 對於小目標小贏的這個詮釋 那第二呢叫做 以無厚入有間 這意思好像說 骨頭跟骨頭之間 雖然說骨頭很硬很粗很大 可是他總是有關節的 找到那個關節進去以後呢 就會比較刀不會受傷 對我來講 我生活中遇到什麼樣子的一個關節呢 我們把我手機拿出來好了 其實你手機的Google形式地上 假設你有電子形式地的話 你每一個時段你要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就一條bar 那個bar就像一個骨頭 那你的行程跟行程之間 是不是就是關節 我會看起我以前的行事曆 我就會覺得說 哇 我把自己排得好緊喔 因為我真的很忙的 我要拍影片 我還有很多畫質要看 我還要辦議帳 我還要弄一堆有的沒的 真的 我真的很忙的 可是我就把自己排得很緊 很滿實 那些每一根的bar 中間的空隙其實很小 那我們每個人就像是那把刀 如果說我們空隙很小時 我把刀要進去 是很容易砍到骨頭的 那刀是很容易壞的 也就是我們的健康很容易壞的 所以我從中我就學習到一件事 我的人可能就是這麼厚了 可是我就要把我的事情的空間變大 我開始去把我的時間管理把它做好 並且我把我每個行程前後都多加半小時 我要嘛就是每個行程我都提早半小時到 早到 以前我以為找到這個人啊 是不是會浪費到一些時間 但我後來發現提早到 其實是讓他的行程之中的空間變大 他其實生活是更自由的 更能夠讓自己身體獲得喘息 像我以前把事情拍得那麼緊 身體搞壞 而且很容易一點點 也沒什麼好處 所以以無後入有間 對我來講是一種時間管理 最後呢一個心態叫做 游刃有餘 其實呢陶丁又講說 我在這樣的技術下 我的刀游刃有餘 這個成語其實也用到現在 好像這個刀一直都有空間 那換到我們人生中 我們願意去游刃有餘嗎 我就回想起自己 好像我呢 又不夠辛苦就不夠努力 然後不夠累 我就好像沒有付出權力 我在我的家庭啊 還有看到很多人 似乎台灣人都有這種 吃苦等於吃苦的這種心態 就好像說 我要成功必須要很努力 必須很辛苦 必須付代價 這樣才會成功 可是往往在我們目標 不是很明確的時候 我會以為說 我不知道目標是什麼 我就讓自己辛苦好了 然後我辛苦就至少 我不會苛責我自己 我知道我好像有在努力 但是 我蠻欣賞馬魚說過一句話 就是努力工作的人最難過 我覺得哇 都會有好反差喔 如果說我們把目標設定好時 然後去想做有效的方法 我們真的有必要這麼辛苦嗎 辛苦可能是會有的 可是真的會這麼累嗎 過往的我常常誤以為 我把自己弄得很累 就是我很努力 那慢慢的也有朋友跟我講這個觀念 不一定的 一個人有沒有去努力 重點是他用有效的方法 而不是他是不是一個狼狽的樣子 所以其實自己變得很累很狼狽 跟你的成功往往是不一樣道路的 所以讓自己游刃有餘 更是心法中的心法 願意這麼做 其實並不會讓自己變得懶 很多人會以為自己很懶 其實我會送給你過這一關 讓自己游刃有餘 小目標小贏 以無厚入遊間 這是我今天想送給大家 養生了心法的三句話 也謝謝莊子 也謝謝蔣勳老師 我聽到他的演講之後 我開始有這個啟發 想要錄這一集 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些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讓我們分享你對養生 還有這一集的一些看法 我很期待你的留言喔 我們下回見 拜拜 我們下回見 我們下回見